學測第二題填充題 考我們的概念是虛數的運算 虛數 時數跟虛數的運算 那我們看一下題目給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他說有AB兩個時數 且A加BI乘以2加6I的結果會是-80 I平方是-1這個是原本 其實題目不用給我們 我們也應該知道的 那求AB數對 我們透過運算我們可以知道 乘法的分配率 A乘以2就是2A A乘以6I就是加上6AI BI乘以2就是加上2BI BI乘以6I就會變成 I乘I是-1所以是-6B 會等於-80 這樣子的計算 我們把10步跟10步合併 虛步跟虛步合併 我們就可以知道 好 加6AI加2BI合併 2A跟-6B合併 所以我們就把四子變成 6A加上2B刮虎乎I 加上刮虎2A-6B 這邊寫錯了 2A-6B 好 刮虎2A-6B 刮虎2A-6B 我們就可以知道 左邊有I 右邊沒有I 代表虛步要為0 所以這個部分要等於0 好 那這一部分就是所謂的10步 等於10步 就是這部分會等於-80 好 透過連立方程式 6A加2B等於0 以及2A-6B等於-80 好 有兩個式只要解AB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呢 好 我們用加減消去法 我們把第二式 第一式好了 第一式乘以3 第一式乘以3的結果 會得到什麼 得到368A加上6B 會等於3乘以0還是0 這樣數字不用變得太大 好 第二式一樣照抄 2A-6B等於-80 兩個式子相加20倍的A 6B跟-6B就消掉了 就等於-80 A算出來就是-4 好 A算出-4 我們再帶回去第一個式子 6乘以-4 加上2B 會等於0 6乘以-4是-24 -24加上2B 等於0 所以2B等於24 B其實等於12 好 就解出來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A等於-4 B等於12 以上就是學測第二題的填充題 我們要再次選擇 1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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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B